日本這個湖有五種顏色 十月中下旬 日本福島已經有著濃濃的秋意 紅葉季開始陸續登場 盤梯照日國家公園內的五色藻自然探聖路 是日本的紅葉名所 但它更引人矚目的是 3.6公里長的步道裡 藏有八座湖泊沼澤 而且每一座的湖水顏色都不太一樣 像是會在入口處面積最大的這座 湖水呈現出的就是翡翠綠色 而它也是唯一可以划船的湖泊 順著湖畔站到一路往裡面走 再走過起伏不平的山徑不久 就可以來到這座水中因為還有硫化鐵 而在湖畔有橘紅色沉澱物的小沼澤 另外這座湖泊不同角度 顏色居然不一樣 從這個角度看 水色偏向天空藍 但換個角度再看 顏色偏向青綠色 其實五色藻的湖水顏色不一樣 是因為每一座湖沼所含的礦物質不同 加上深淺也不一樣 才有如此變化 秋高氣爽的天氣 在五車掌森林裡漸行 賞紅葉 探訪湖光美景 那種宜然至得的欣欣感 你一定要來體驗一下 動新聞日本報道